HELLO 大家好,我是伟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包里面有什么 那我先介绍这个是什么包吧 这个是Alvy mini palm spring bag 之前是在新加坡买的 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我抢到的 就是它最后一个在那间店里的包 然后这个包是挺难买的 因为就是比较限量 然后要买的时候可能就要写一个名单里在里面排队 这个包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用了差不多一年以内呢 我就发现它这里上面这个部分有脱皮的现象 那我就觉得Alvy应该不可能有这种质量的包 我就去店里问店员说 这个包要怎么拯救还是什么的 他们也跟我说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 所以它给我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排队等这个新的包 或者就是用同样的价钱来换别的包的款式 这个包为什么那么喜欢呢 是因为它很小 可是绒纳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背法 它这里也看得到有四个扣子 那我喜欢就是把这两边扣着就可以在我的胸前斜着包成这样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子背包 还有不只斜着在胸前它也可以当一个斜挂的 不然就是一个背包 可是我个体比较大 所以我不建议我自己就是背着它 会真的很渺小 那我就进入包里面有什么啦 开出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里面其实不多东西 可是就都放在我每天需要用的东西 好 第一个我看到了就是我家里的钥匙 这里就是门禁卡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房间啊办公室的 这个它比较方便 所以我不用挖来找 因为它本身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个的就是在这个小包里里面装的是我的耳机 我觉得这样子放它就不会打结啦 然后我通常就是坐飞机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 不然就是想听歌的时候就需要它 或者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太阳眼镜 这里不是包括设计在里面的 因为它是磁肥 然后粘着一点钳匙在里面 里面呢就是一个Fanley的一个太阳眼镜 我就可以太阳晒的时候 还是有点心情不好所以就带一下 它很轻薄 然后我没有什么肥料 所以带的时候非常舒服 下一个呢就是我的红色的Shaner的钱包 那里面呢它虽然小 但是可以放我所有需要的东西 就是信用卡一些现金啊 小照片啊 还有这里它可以放到很多的钱币 那是刚用不久所以还是挺喜欢的 还有就是我可能比较 可以忘记我历价是几时还是什么呢 我会随身随带我的姨妈精 不然就是很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它们顶着用 它最后一个物品就是我的口红 我口红就是有好多口红 可是我就拿我比较常用的放在包里 因为可能自然车是最容易擦也不用禁止的 那这么爽快的这么快的 介绍完了我里面有什么东西 现在里面就是长这样了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放秘密物品的小空间 那大家谢谢收看 然后帮我点赞 关注 还有就是期待我下一个视频 拜拜 拜拜